啊天啊快點啊快點啊 模擬永和發生強震有民宅受損 指揮人員引導坐邊的居民 儘快往空曠地區不要靠近 以免發生意外 而也因為地震 引發了瓦斯管線受損而發生火災 消防單位進行搶救 區公所舉辦演習模擬地震 發生帶來災害時 公所警消及衛生醫療 等等相關單位 如何在第一時間進行搶救 甚至是災民的安置 包含民間企業也加入行列 區長胡和榮就表示 這一次演習共投入了200多位人員 經過多次的演練 勿求每個動作逼真到位 希望作為未來防災救災的示範 我們這次的重點是以地震為主 所以這次的重點是針對說 災害地震來臨的時候 一連串的災害如何搶救 甚至災民如何的安置收容 心靈的撫慰 包括立委林德福及新北市議員 林斐凡和羅文崇也前往觀賞這次演習 紛紛認為永和地震人仇 防災救災應變是人人必須具備 我們也是希望說多一份準備 可以減少一份災害 那更希望說可以把這樣的一個觀念 防災應變的觀念 在平時就把它建立起來 那日後真有災情的一些發生 都可以把傷害降到最低 當災害來臨的時候 我們就無所懼怕 因為我們都準備好了 讓居民的損害會降到最低 平常要是大家有多做一些準備 大家有一些嘗試 我認為真正災害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避開 可以減少很多的損失 而災後的復原也不容忽視 電化自然水管線受損 相關單位儘快進行搶修 環境的清理在清潔隊人員 和鄰里志工的通力合作下完成 協助居民恢復正常的生活作息 中家新聞 肇事員詹怡勳 盧秀娟 永和昌報導